菲妮 李曼芬和老公谈成坤 这天为爱女谈在心举行白日宴 颜开十五席 不少圈中好友好像陈伟 谢雪昕 杨明和女友庄思明 王振权等都有出席 猩猩头上戴着一个粉红色的蝴蝶结 大眼睛转来转去十分可爱 菲妮说女儿这么小已经有镜头感 而且她还遗传自己和老公的搞笑细胞 见到陌生人也不哭不闹 非常听话 真的很谢谢上天很感恩 她除了很恶意外呢 其他时间都在笑 她眼睛好像一个妖国嘛 所以她有一个我们的广东话叫发明 发明就叫妖国眼熟者 叫爸爸改的 爸爸改 因为爸爸其实很疼她了 一回家就不亲你了 都把我都忘了 平常回家第一时间是把我亲一下 现在回来是看不见我的 看不见你啊 冲去找女儿 趁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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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都忘记把我亲了 挺过分的 拜拜 拜拜 但是可以是不是会三年跑两 快一点生一个小儿子 你觉得呢 我可能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 他喜欢多一个 担心他将来长大的时候一个人 他想要 对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随天吧 因为真的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 而且就是很贵的小朋友 第三就是很痛苦 对啊 如果真的有我很感恩 如果真的没有就觉得OK了 伟哥透露和菲妮情同姐妹 所以已经任心心做干女儿 他还说有很多第一次都给了菲妮这位好姐妹 所以我跟Danny是很有缘分的 对 因为当天他们结婚的时候 邀请我过来的时候 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当过那个姐妹团 所以我就要必须要 我觉得可以做你姐妹吗 当然欢迎啊 既然这样的姐妹团 我就说 我可以当你们的婚宴的事宜 她说可以也好 那就是太多第一次了 当他们真的是怀孕的时候 我觉得喂 这个你们的宝宝可以 我可以当她干吗 我咋有说可以 我是太开心了 所以就是很多第一次都奉献给Banny 希望他们幸福快乐 宝宝就快到长大 就是要孝顺父母 伟哥除了忙着宣传热播剧 《攻心记二生攻记》之外 新剧多功能老婆的拍摄 也进行得如火如荼 伟哥就透露 因为这次合作 还和杨千华 朱成丽成为了闺蜜呢 现在的拍摄就是增加 都非常非常顺利 就是有一些可能是天语的关系 也会有一些些往外的情况 但是也还好啦 反正我们就是合作 我跟牙切花 还有朱成丽啊 我们合作 我们三闺蜜 我们这戏非常非常的融洽 还有就是很多火花出现 因为我们是闺蜜嘛 所以我们下一个女生会有床戏 这是很性感的 透露一下都应该蛮性感的 真的吗 反正我们的 这是第一次那么性感的 我们的言行就非常的吸引人 就不是男生跟女生的那种亲密关系 是女生跟女生的亲密关系 至于现在大家都很关注的深宫季剧情 不仅饰演太平公主的伟哥守口如瓶 连张上宫心姐也对剧情大卖关子 每一条线 每一个人人录的故事 现在都出来了 世世了 还有王上了 公主了 王后了 哎呀 你想不到的 事情发生了 真的听到我好紧张 会不会去个顶顶 丁兴还有马仔的舞台剧的 对对对 会欣赏吗 对皇上跟皇后 他们有舞台剧嘛 我们一定去看了嘛 我们依据是说 已经6号 7月6号就去看他 世方他不要紧张啊 我来了 张上宫来看你了 是不是全部人都会去看 会 但是我们的时间可能不同 因为大家的工作 但是我们很久就 说好了 说好了 拿了个时间去看他了 等他开心了 公主他演出成功 類似的 我找你东 ее 都会受信一路